第一题 一个物体如果不受外力作用或所受外力的合力为零时 会有保持原来运动状态的特性称为什么 这个就是牛顿低运动定律 一个物体不受力或所受外力合力等于零时 物体会静者横静 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这个我们称之为惯性定律 所以第一答案问我们说这属于什么性质 那我们答案要选的是C 这个叫做惯性